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款适合玩游戏的机械键盘 机械键盘并不是在近些年财涌现出来的 而是在键盘出现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机械键盘有过它的一段巅峰史 但是后来逐渐因成本的问题 被成本更加低廉的薄膜键盘所取代 但是机械键盘并没有完全消失 并一直作为高端产品的代表发展到了今天 由于机械键盘本身的特点 现在越来越多电脑使用者 尤其是游戏玩家 对使用电脑的舒适度、手感、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外设之一的机械键盘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如今机械键盘不再是发脏手的最爱 而是开始被越来越多追求品质和手感的朋友所认可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款来自诺普的 Truckport白轴电容机械键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键盘的外包装 这款键盘的包装盒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它们的字是白色的 中间有很明显的Truckport logo 在包装盒的左下角有写到关于这款键盘的一些特性 包括USB接口、下全键盘无冲突、超耐久的POM键帽 这边有写到它的尺寸、大小、重量 以及它的USB接口、能适应的操作系统和一年的质保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键盘的反面 反面有一张键盘的一块帽 然后这边有介绍到这款键盘与其他键盘的一些区别 与7G、6G、VR不同的是使用到的POM的键帽 然后与其他的键盘有不同的 它是USB接口键、无冲突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 好,下面我们打开这款键盘 看一下这款键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键盘的外观 你可以拆开之后 这款键盘的 它的设计 是标准的104键盘 以巧克力式的窄边设计 现在时差比较流行的一个机械键盘的设计方式 然后它键盘的键帽上的客资呢 客资是那个金色的激光纸 客资 显得很时尚的大方 金色 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看这边键盘的右上角呢 有Trakpoi的规列的质量 非常好看 然后三个 激光纸 灯 蓝色紫色灯 三个蓝色紫色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款键盘的那个键盘的侧面 这款Trakpoi的那个侧面呢是有一个弧度的大家仔细看 这样的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它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面 大家使用起来呢会比较那个轻松 长时间玩游戏呢不会觉得很累 这款键盘的USB接口呢采用的是镀晶工艺 最大程度的防止传输过程中传输数据的丢失 线材也非常结实 据官方数据呢我们看这款那个材料最高可抗温度达到80CV度 最高电压为30V 而且线材上呢装有销磁缓 这种就可以尽量防止外界的电池干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键盘的那个核心部分 它的键轴以及键帽 白很 这款键盘的机械轴呢是以諾普MX白轴 是在那个CherryMX白轴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加上键盘本身带有的钢板呢也使用了POM键帽 使得呢这个白轴电容机械键盘整体手感呢类似于黑轴 压力刻数呢相对于小于黑轴 而段落感呢基本一致 只是在触发键程稍长于后者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键盘的键帽 诺普Tremple白轴电容键盘呢 它的键帽是采用了POM的材质 然后上面的刻字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金色的激光刻字 另外啊此款键盘还采用了时下流行的电容式触点 真正是一块机械电容键盘 在普遍认为最合适游戏的黑轴来看呢 过大的压力刻数呢会容易使人疲劳 而茶轴呢就相对于较为明显的段落感 诺普Trekport第二白轴电容键盘呢 在两者之间呢可以说是取了两者的优点 然后更适合电竞的玩家使用 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款白轴电容键盘 在游戏中的表现我们进一下CS 我们会先拍摄 semana 看一下一款普通的薄膜鍵盤 薄膜鍵盤按上去會感覺比較軟 而且像CS的話你如果同時按到五個鍵六個鍵有可能就會衝突它反應就會比較慢 下個我換一款黑軸的機械鍵盤 它們比較硬 好了也介紹了這麼多了 這款諾普Chalkpoint白軸電容機器鍵盤現在已經上市了 超高的性價比相信已經讓不少玩家心動 如果你還在猶豫那個薄膜鍵盤手感不能滿足你 由於一些機械鍵盤的售價過高 那麼這款諾普Chalkpoint白軸電容機器鍵盤一定是你不二選擇 煮成一款大型��電容 你會很高的大型 煮出來 煮在煮到沒什麼 煮出來